这边很多人说这像苹果店的装修 所有我需要的地方都力图尽量做到最好 但是对于不需要我就做了非常多的取舍 比如说我从来不做饭 所以干脆就连厨房也不要 再比如我从来不看电视 所以客厅也不需要 那这个房子呢 是在我原来的基础上 花了三个月装修而成的 那可以说是不适合绝大部分人 因为这个房子既没有厨房 也没有餐厅 更没有客厅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正式开始 好的 我这个房间主要分成四个区域 那第一个区域呢 就是储物区 那可以看到我把门口的这一整排 全部都做上了置物架 那这里就是放各种东西 像这边就是我各种拍摄相关 或者各种数码相关的东西 因为有非常多的包装箱 包装盒 然后再往里一点呢 是一个充电区 在墙上做了一些插头 然后所有的电池都放在这儿 在后边的话也是一些包装箱 右边是一个鞋柜 然后这里边的话还有这个电表 网络以及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那总之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它会比较乱 它什么东西都有 因为我的东西实在比较多 可以看到三年前的装修 我各种东西都堆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所以整个房间都显得很乱 所以这次专门设一个区域就让它乱着 来保持其他房间的整洁 这个地方真的很能装 目前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外边拍摄区 那么从储物区出来就进入到了拍摄区 这个拍摄区可以看到这边可能是最有说法的地方 很多人说这像苹果店的装修 这块可以看到是一套不锈钢材质的 然后它后面是三个软膜的灯箱 那这个灯箱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有一些色彩或者图案 这块有一个开关 那我在这可以切换它的节目 你可以看到我按上下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各种其他的光效 然后现在这些都是它预制的 未来我可以在这直接自定义 比如说我想要什么效果 它都可以变成我想要的 我可以自己去设计 虽然说清晰度不算特别高 但是也能大概看明白一个样子 因为那种LED的清晰的那种电视实在太贵了 买不起 像这种的话造价会便宜很多 那它之所以叫拍摄区 就说明它一定不止这一面 除了这一面之外 如果转过来 这就是一个纯白的背景 第三个取景地转过来 这边用窗帘隔开又是一个取景地 转过来这又是一个窗帘 那当然它并不只是一个窗帘 我把它拉开之后 里面其实又有一个区域 然后这边呢 那是我之前初一乐买过的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个帘再打开 然后就是窗户 一整面墙的窗户 比较宽敞明亮的视野 那如果你想要这种阳光的感觉 就把它打开 如果你想要一个封闭的感觉 你就把这些帘都拉上 等于说这个房间呢 其实可以有四五个不同的拍摄场景 除此以外拍摄区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还有这个天上巨大的灯 那这次我家里所有的灯用的都是一来 一来提供了非常多的技术支持 这块巨大的灯其实不是一个灯 而是40多个LED灯在拼起来的 光这一块灯的造价可能就有四五万 实际站在这你会感觉它的色彩呀 然后感觉都非常好 比你放一个灯或者几个射灯的效果都要好得多 可以看一下这个旋钮 我只要按一下 这个拍摄区就彻底黑了 然后我再按一下 它就亮了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还可以旋转调节它的亮度 比如说我想让它黑一点 或者亮一点 或者调节它的色温 这就是黄色的效果 然后再把它调回来 那这次拍摄区我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纯粹为了拍摄 和以前的拍摄区比起来 它没有放任何额外的东西 只为拍摄而生 那面积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因为我把原来卧室中间的墙给打通了 那未来在这里应该有非常多的发挥空间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那聊完了拍摄区 咱们看一下剪辑区 可以看到这其实跟我之前的装修有点像 我之前的装修是打了一个洞 但是我们这次做的更加纯粹 直接把这儿全部打开 只留了一个半墙 那保持这个设计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电脑后面有开阔的视野 而不是对着墙 然后这儿除了藏了这个窗帘以外 我也放了一个储物的区域 但它不是一般的柜子 它主要是用来存放那些脚架呀灯架呀 可以看到直接都悬挂在这儿 这样你取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放在平地上挺不好收纳的 这边的话有几个可能我比较重要的家具 那一个是这个这个是霍尼维尔的一个空气消毒机 据说是又能消毒杀菌又能除甲犬 我这几天一直开着呢 这边的话是一个美帝的立式空调 那我之前用的是中央空调 然后我这次装修就决定不用中央空调了 因为我发现中央空调这个东西实在是不是很好用 它冬天还要转换 然后噪音还大还贵 我觉得这次干脆换了立式空调 这么大的空间你用一个空调肯定不太够 但是大家还记得刚才这有一个窗帘 所以如果我在这剪辑我就让风往里吹 把窗帘拉上 如果我在外面拍摄我就让风往外吹 这样就一个空调能解决两个区域的问题 省点钱吧 然后下面是一个Dreamy的X20的扫地机器人 其实我之前是不用这种东西的 但为什么现在我放了一个在这儿 一个是因为我之前亲手装过一台Dreamy 我知道他们家的东西 另一个是可以看到我这边拍摄区用的是一个地毯 用地毯的原因这么大的空间 如果你用地砖可能会回升很大 所以我才用了地毯 然后这么多的窗帘去消除噪音 但是地毯就很不好打理 不可能每天自己在这打扫 所以我就直接搞了个扫地机器人 让他每天来扫 刚用了一两次 未来效果到底怎么样 咱们过一段时间再给各位分享 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桌子 其实没有太多那种设计 我主要还是实用 就一大堆线都堆在这儿 能用就行 后面就是衣柜 因为以前我有一整个巨大的衣帽间 但现在的话就这一面墙能装衣服 然后装完发现放不下 有好多衣服只能堆在下面 之后我打算买一些衣服的陈列架 把常用的衣服都分散出来 包括挂到一些动动板上 这样能分担一些衣柜的压力 那这里忘了说我现在家里用的网络 是联通的2000M的FTTR 这个是UP主科技宅小明帮我弄的 这是他在我家里分别装的主机和分级 就这两个设备就可以覆盖掉 我家所有的上网需求 然后说回灯 那其实这边的灯也都是一来的 比较有趣的是在卫生间里 我装了他们的这个清空灯 能模拟这种太阳的感觉 你可以在这儿分别控制所有的灯 比如说现在我想在这儿控制我的这个清空灯 把它关了 对吧 再把它打开 再调色温 我在这个面板都能调 所以它还挺智能的 哦对了 原来我的这个衣服 经常就是用一个小米的洗红液体机嘛 经常就是洗出来特别皱 然后呢 小米知道这件事之后 也给我寄了一个这个 米家分区洗红液体机15公斤 然后咱们从这儿再进去就是生活区 非常的简约 什么都没有 可以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床 可以看到这个床它非常宽 比我整个人都宽 这是一个2米4宽的床 但它并不是一整张 而是两张床拼起来的 有一个接缝 那这是两张1米2的电动床 都是来自波罗班马 包括这个床垫 也是来自波罗班马 就这儿有一个遥控器 然后你把这个床插上垫 然后你躺上去 它就可以升起来 就像那种医院病房里的床一样 它没有床头 如果你想靠起来的话 它就直接升起来 然后可能另一个好处就是满足你一些不同的姿势的要求 因为它不止前面这半边可以踩起来 它的腿这半边也可以升起来 等于是你可以自己去塑造你想升到什么角度 然后它还有这个好像防止打憨的功能 就说如果你睡在床上打憨了 它检测到它会把这个床头升起来12度 这样就能防止你打憨 我目前睡下来感觉还是不错的 走廊里挂了这个圆形的这个画 推乐的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就是一个普通的卫生间 于是 然后上面装了个清空灯 除此以外你会发现这没有洗手台 因为我们把洗手台放在了单独的一个房间 就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想要分离一下 然后就把原来的储物间放成了这个洗手台 然后反正就是上厕所和洗手要隔一段距离 就想这么干就干了 好的 这就是我这个房间花了三个月改造的结果 估计这个房间应该不适合绝大多数人 因为它的需求完全是为我在这儿住在这儿拍视频所定制的 简单来说所有我需要的地方都力图尽量做到最好 比如说灯我们用了市面上显色指数最高的 也应用了很多新技术或者一些特别的设计 就是为了提高我在这儿工作和生活的效率 但是对于不需要的我就做了非常多的取舍 比如说我从来不做饭 所以干脆就连厨房也不要 因为我三年前的那个装修告诉我 留一个小厨房其实也是累赘 再比如我从来不看电视 所以客厅也不需要 所以在有限的空间内 我留下的全都是我需要的功能 所以这次的结果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 然后现在坐在我左手边的就是这个房子非常重要的人物 设计师2月份装到5月份 其实我可能只来了不到15次 你来了7次 7次 OK 剩下的所有时间都是他在现场 他在这期间一直在北京 然后帮我去看这个房子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 好 那是这样的就是我还准备了一个礼物给拉克斯 那因为我每个业主我也都会准备一个最后面的入住礼给他 那这个的话我打开一下给你们了 这个是一种闪蝶 它叫做阿东尼斯闪蝶 它象征的是闪耀与水彩 然后它是自然死亡之下做成的标准 它来自秘鲁 然后我觉得就是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各种寓意 我都觉得很适合你 所以我就送给你了 对 然后也作为这次项目的一个结束的一个结束欲 这个还真的挺傻的 感谢感谢 喜欢这个油纸的操作者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报复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说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